來… 中午吃什麼 高雄市左南區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張顯佑還剛跑完行程 瞬間變身杭安來偷客 帶路吃美食囉 水鋪牛肉 國畫大師張大謙的獅房菜 就連小菜也能喊出 有國畫大師張大謙的名號 那主菜牛肉麵張顯佑更有FU 盤金帶肉 它不容易處理 那個筋要咬得動 肉質在煮燉的時候不會散掉 擔任過前都委會副主委 和兩屆立委的張顯佑對吃 可說是小有研究 人高馬大的他 還是個甜食愛好者 這個我喜歡吃 甜香 我最喜歡吃杏仁 輕咬一口杏仁酥 臉上就洋溢幸福 扁腾的笑容 只可惜 過去有一段時間太胖了 喜歡吃甜點吃太多了 沒關係 今天張顯佑不是參選人 而是愛吃貴 破例一天一口接一口 吃完左南區的香弄美食 鳳山區的國民黨籍立委參選人 黃喜文化身外景主持人 帶著鏡頭來吃香弄美食 今天我們不談政治 我帶大家來吃我們鳳山傳統 最有名七十幾年的一家 肉粽老店 來 往裡面走 老店的肉粽 黃喜文可是從小吃到大 米心很透 而且它吃起來很Q 它裡面因為是古早味 所以它的五花肉 既不油 它也不澀 只是肉粽太單調嗎 可別忘了再叫上一碗肉根 雙重享受 一口肉粽 一口魚根 真是絕配 讚 不是航家不帶路 深入地方的立委參選人 不吝嗇將這些隱藏版好滋味 一一分享 讓選民們也能大飽口服